從去年開始 10月7日這個日子 不只是鄭乃隆先生的殉道紀念日 它還是我們臺灣的言論自由日 臺灣能不能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 是乃隆在世的時候最關心的一件事 我們現在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之一 天上的乃隆看到臺灣走到這一步 應該非常的欣慰 乃隆離開我們已經29年了 29年來 臺灣人跟隨著乃隆 以及許多民主前輩的精神 不斷地對抗霸權 不斷地追求自由民主 我們有舉世稱憲的民主 但是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還有一項任務沒有完成 那就是轉型正義 29年後的今天 臺灣人民有一個共同的責任 就是把轉型正義做好 這就是我們紀念來弄的方式 公道和正義有時候來得慢一點 但它不會不來 現在屬於臺灣的轉型正義終於要開始了 即將要掛牌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將會帶領整個社會 共同來挖掘真相 離心責任 邁向和解 我相信我們即將組成的促轉會 跟世界上其他轉型正義的機構比較起來 一點也不會遜色 我也期待這個團隊可以得到國會的支持 讓臺灣的轉型正義可以往前邁進一步 那麼我要再次強調 真相責任和解 這是促轉會的三大工作任務 正視過去才能夠恢復傷痕 真相大白和解的腳步才能夠賣開 這個使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我邀請所有的朋友 為臺灣這個我們所熱愛的國家 一起工作 一起探索過去 一起追尋未來 謝謝 謝謝大家